百革核心州的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4月21号的百革大事迹 我是维敏 首先来带你关注的是 长达一个月的50令吉交通罚单大折扣 今天正式开跑 但由于全国从今天开始将迎来4天廉价 因此各地的警局交通柜台都是没有开放的 所以想要桥布罚单的可以怎么办呢 全国警察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莫卡辛就表示 民众可以使用迈巴亚三曼应用程式来缴付罚单 而对于法庭案例罚单都能享有折扣优惠的先例 莫卡辛授寻时就直言 这是政府的一片苦心 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楚嘉安华早前一直敦促内陆税收局 必须全力追踪逃税者 不向逃税富人妥协 对此税收局首席执行员 穆罕默尼宗授寻时就透露了 该局已经盯上国内100名知名人士 特别是可能逃税的人士 同时也关注T20高收入群体 以监督他们是否遵守税务法令 不过穆罕默尼宗强调 首相不是要传达富有不好 或者是富有就会被兑付的信息 而是要传达该缴税就必须缴税的观念 首相阿华在今年的开斋节一反常态 不但没有在布城首相官邸举办开放门户活动 还首次到吉打吉兰丹和登家楼三周 举行昌明大马开放门户日 针对这波操作 一党接连团团长阿莫·法德里 除了感谢政府选择在一党执政周署举办活动 他也直言这是政府为了应对周选的举动 不过首相今天就否认指控 强调这和即将来临的周选无关 并且表示本身也同样会出席 其他周属的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开斋节在即 很多政治领袖都相继对民众做出道贺 其中就包括了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 但他树立在沙巴金纳巴当案 五级加兰的开斋节巨型广告刊版 却再次让他成为了话题人物 因为邦莫达的刊版被指示 打破过去从政者放大不放小的默认惯例 也就是只会以原配为主 其他机械即便有放也只是当作背景 据知他派给政党领袖的开斋节贺卡 同样是把两名夫人印在贺卡上面 但其实翻查邦莫达的社交媒体记录 去年的开斋节祝贺海报 他也和两名夫人一起同框 只不过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热议 而说起邦莫达的第二段婚姻 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当时他在迎娶小19岁的第二任妻子芝芝的时候 还因为事前未获得伊斯兰法庭允准重婚 所以被判罚1000令吉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早前发文告表示 前首相纳吉现在获得赦免 对巫统一点好处都没有 反而最大得力者是伊斯兰党和土团党 不过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却听到了悬外之音 认为林吉祥这一番要巫统自强的言论 实则是在反伊斯兰 哈迪今天在脸书发长文 列属行动党过去公开反对 禁酒禁赌和修改355法令等等的诸多举动 是在推行世俗主义 他说虽然伊党和行动党曾经合作 但是如今的伊党不会再受骗 不会乖离伊斯兰原则以及方向 哈迪更是形容 即使行动党聘请穆斯林来当厨师 伊党也不会踏入行动党的厨房 因为里头还是有非清真食品 移民局上周导破一个利用大马国际护照 将斯里兰卡儿童偷渡到欧洲的犯罪集团 提及这一类的案件 一名犯罪分析家沙乌哈米阿都拉辛 在接受美日新闻访问时就建议 改善大马的新生儿抱生纸 包括增加指纹和婴儿的手掌或者是脚印 作为身份识别的数据 如此一来就能够防止12岁以下孩童的个人资料 或者是身份被恶意操纵 进一步减少儿童身份造假 或者是狸猫换太子的手法 偷渡儿童的案件发生 那么今天的百革大事记到此 感谢收看